我真想抽自己的耳光 我发现我在上海十多年 真的是浪费了大好的时光 所以如果刚刚到上海 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接下来看下去 嗨大家好 我是雨晨 前段时间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发了关于在上海买房 还有孩子教育的问题 因为最近我打算和我媳妇 开始要准备生小孩了 那要想孩子未来教育好 那肯定就要涉及到买房 然后我就在网上发了很多疑问 我觉得真的应该感谢大家的评论 让我发现了我自己的很多问题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是10年来上海读大学的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直接在上海工作了 当时其实没有达到上海落后标准 所以也买不了房 只能以租房的形式在上海待下去 那时候也确实没有钱 所以没有考虑那么多 然后毕业之后 刚开始其实是办理了居住证的 因为居住证买了120分 但是中途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 把居住证断掉了 那前几年我才发现 居住证16年有新的改革 如果没有继续的话 你的居住证的时间 其实是要重新记的 虽然我现在在上海将近有十多年 那我居住证其实还只有几年的时间 那居转户的话至少要7年 然后还有排队 还有一些其他的职称等等 所以我至少近几年是落不了户的 那我和我媳妇是前几年结婚的 按上海的购房标准的话 就是夫妻双方必须结婚 然后缴设吧 买5年以上才能买房 那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说在上海买房 因为当时我和我媳妇两人 都处在职场的初级发展阶段 然后手头也没那么钱 家里支持也不够 所以我们结婚当时只在老家 贷款买了房 那正是因为这一个 我前几天发的视频里面 很多朋友提醒了一下 说如果你要在上海买房 如果你要享受三成的首付支付的话 你必须是没有贷款记录的 如果你原来贷款 哪怕你后面还清呢 你都是有贷款记录 那你都不能三成首付 那这么算的话 如果我和我媳妇这两年要买房的话 我们在上海买房一定是要付七成 如果要首付七成的话 假设市中心房子是10万的雪区房 如果我们购买最小最小的是60平 也要600万 600万的七成的话 是420万 那我们肯定是付不起的 那假设我们选择交区 交区80平米的房子 假设是四五万一平的雪区房 那这个也要300多万 300多万乘以七 也要200多万的首付 那其实说实话 我和我媳妇也大概 真正能付首付的话 也就是100到150万之间 因为还要考虑到后续还贷的问题 还有我们自己住房 还有消费 还有养孩子的问题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一两百万的钱 全投入到购房里面去 否则我们生活开支也不行的 那这样的话 即便是我们选择交区80平米的房子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么算的话 我和我媳妇在上海买房的这样一个梦想 基本上是破坏的 就哪怕我在交区买房 我买小一点点 其实我们首付也有一两百万 那后面我们生活会非常拮据 虽然现在工作还是比较稳定 两个人租住在市中心 那如果我们在交区买房 住在交区的话 我们上班估计至少要40到一个半小时时间 那这种通勤的压力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我们真的正好在事业上升期 估计各方面加班 那还有其他的考虑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我们在交区买房 在市中心租房住的话 那这个经济的压力又非常大 所以真正的就这样判断下来 我和我媳妇在上海买房的梦想 基本上破灭 至少是近几年吧 所以到这里大家就应该能看得到 我和我媳妇其实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和时间 包括之前办理居住证 对吧 比如说我办理居住证到现在 我基本上是满七年 再做点其他的准备 我估计过两年我们就能落户 我们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 包括买房也是 其实我们自己建双方家庭的支持 其实还有我们自己工资的支持 我觉得如果在三四年前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上海买房的话 我觉得那其实现在也相对会比较好 压力没那么大 所以那些刚毕业的孩子 或刚来上海的那些朋友 真的建议如果你们稍微有点钱 然后你们有机会落户的话 一定得抓紧 除非你不希望你的孩子 在上海上幼儿园或者是上小学 否则的话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 那基于上面的情形 考虑到我们的孩子 未来一两年可能要出生 那还是要考虑教育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两个途径 一个是让孩子将来在老家那边读书 一个就是说我们打算在还户的地方 比如说花桥这边买房 那花桥买房 然后租住在市中心 这个成本我们还是能承受的 然后将来就在花桥或者昆山那边读书了 那等到未来我们户口都落下来 然后我们收入在往上涨的时候 然后孩子的小学也读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看看提早把上海的户口落下来 然后在上海买房 想办法让孩子未来能够参加上海的中考 然后最终参加上海的高考享受高考的政策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条路 当然很多朋友也劝我们说 说你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就滚回你老家吧 或者你们就回到你老家那边去发展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是善意的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恶意 或者没有考虑太多 我和我媳妇现在在上海 我觉得因为工作还是比较稳定 然后薪水也还是可观的 你说我们回到老家 基本上是做不了啥事 那边的工作还有工资 待遇其实是非常差的 然后我们做的行业和领域老家那边也不一定有 而且现在也30多岁了 我们回到老家能干嘛 如果提出我们买房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上海应该算发展还可以的 但因为房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多压力 那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做逃遍就回到家里面了 后续我们可能还有一种方法 让孩子在上海读幼儿园或者小学 就是通过居住证区分的问题 但是这个会比较麻烦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好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孩子去到的幼儿园和小学都非常差 还不一定会比老家或者环父周边的教育好 所以我们再评估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估计近半年就会决定到花侨买房 或者干脆就不买房的 我们俩人在上海发展 然后孩子回到老家去读书 那这样对孩子的陪伴就会比较少 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所以我们再花两三个月时间考虑一下 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建议 真的有些东西你们不提 我们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 所以其实你们提了以后我们会针对性的去查资料 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所以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们一定一定未来打算在上海发展的话 包括孩子打算在上海读书的话 一定一定要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这样你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顺 不要学我 好 我是雨晟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